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Gadget Live第十四集 除了有我马田之外 还有我同事Eric的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一件很大件的Gadget 这件Gadget应该个个都用得着 应该全香港人都会接触到的 全香港人都会接触到 有史以来最大件的Gadget 不过这件Gadget大家是买不到的 是属于公家的 属于政府的 那是什么呢 其实写在我们的条件上 就是智能登署 智能登署这件事 其实在这几个月 在这几个月都说过 都引起不少的话题 大家都很关注这条智能登署有什么做到 有什么做不到 究竟有什么疑虑 不如 我知道你之前去了记者会 是因为政府OGCIO在前天搞了一个记者会 就帮大家介绍一下智能登署有什么特别 智能登署这件事是由两年前到 2017年施政报告已经讲了出来 即林郑第一份施政报告 这些程度 这装了大约50支左右 他们目标是要 50支 他们目标是要装400支做一个为期三年的试验 即是现在其实都是处于试验的初步阶段 是很初步的 因为这个其实是他们在内部都已经讲了一段时间 即是由上一任OGCIO总监杨德斌 他临走之前跟我们的传媒说 未来这个项目很感兴趣 很过人 接着到现在新的这一位 Victor 即是林伟桥 他就说 这个已经正式去设计了 其实在4月的ICT Expo 他们已经展示了出来 那他们就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这个灯柱有什么 首先都是要讲一下灯柱有什么 就是灯柱这么简单 是的 你见到这个其实是前日拍的 就是在九龙湾常月道那里拍的 你见到他们其实是 跟现在的灯柱最大分别 就是在白色以外 还有三个圈 即是中间有三个圈 即是他们内部就叫东柱的物体 入面会安装到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叫做全景摄录机 即是一个摄像 有热能交通探测 南麻交通探测 空气质素 感应器 气象感应器 RFID的标签 以及5G天线 即是在你刚才说的 那么多种原件 分布在这三个东柱上面 其实就未必每一个东柱都会有 每一支灯柱都未必有 还有东柱可以有一个起三个子 即是我们一张照片看到最多是三个 其实有些可能只有两个 即是每个视乎他们要用什么 就会安装相应的设备 在里面 即是所有原件都是灯 最顶就是 好像那片叶的物体就是灯 即是灯 整支灯柱都不像现在的马路街灯那么高 应该是 应该差不多 应该差不多 不过就转了用LED灯 LED灯 那应该会省电一点 还有应该照明的亮度 应该会比现在的街灯更好 是的 根据他们的说法 就是会根据当时有多少车的人 如果晚上 即是深夜的时分 更少人经过的 可能会比较暗一点灯 会比较暗一点 会再省电一点 即是走过去就会亮灯 我想应该是那类 可能会比较亮一点 是的 但不过问题现在就是 现在很多网民 尤其是联灯的巴士 提出了很多关于这盏灯 我自己也有很多问题 是的 有些疑问 有些疑问 真的有些疑问 是的 其实这张图是在联灯下来的 上面的部分就是说了 有他们的四大疑虑 不如我们逐个和他们拆解 由简单的开始 简单的开始 第一个应该是RFID 是的 RFID其实没有什么原念 就是因为很多巴打 他们就会说 你的智能身份证 变成RFID可以读到 那他会不会读到你们这张身份证 经过会读到这张身份证 现在他们就告诉你 其实只是一个技术 是不会的 只是会发出讯号 是没有读取功能的 发出讯号没有读取功能 是的 就是经过 那是说你有一个灯柱 大概是 这个意思就是 它是一个正常的技术 你去拍下去 你才会看到里面的数据 这个项目是由物流及供应链 多元技术研究中心开发的 是 政府前日的记者会 就是说这个 例如这个用途就是 视像人士的拐杖 可以做一个导航 所以 他可能登传每件50位 是不是50位 应该是 每件50位是一条 视像人士 譬如那个智能拐杖 他偏离那条路 可能是真的 就是 RFID 可能暂时的原意 也是这样 是的 总之是会提醒到他们 所以大家说的 智能身份证 八大通会读到这一类 应该是不会发生的 应该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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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只是一个正常的攻击 不是一个很大的功率 去接收器 当然大家 为了保障自己的 都可以选择一些 遮蔽IOA发言 是的 的身份证的套 或者送用卡的套 好 第二样 五支或者四支 你刚才说的 那个东套上面 可以放这些 内容的部件 其实它们 用来放一些 四支或者五支 或者五支 的什么东西 其实 我们来看看这幅图 这幅图里面 最顶部份 其实预留了 用来放5支的天线 是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5支如果走高频段 即是nano meter wave 那部份 其实有效范围很小 于是大家会安装 大量的Base Station 是的 那个Base Station 可能在东套中间 应该是最顶部份 你看到最顶部份 就是做5支天线 但是很多人的疑问 就是说 你有5支 你会不会做到一个定位的功能 例如定位到你的电话 你在这里出现过 理论上 就是不会的 因为 这个部分 5支天线 是被电信箱使用的 如果是 要拿回你的 GEO Location 的Data 它应该是要 找电信箱去拿 即是 即是 即是我不能即时 即是可以 可以 在那堆Data 里面 去找到定位资料 是的 也是正常的 因為5G剛才也說過 大家聽過有甚麼深刻禁區的問題 因為低頻的覆蓋撞了 其實告訴大家 5G要很全面覆蓋 不單是用它 高頻也很重要 NMWave 因為太高頻 所以傳輸距離很短 所以政府要騰空一些所謂公共設施 讓電信商安裝5G的機站 是的 下一項就是藍牙 藍牙這個比較特別 可以再深入一點說一說 因為藍牙大家就會 其實在政府原先他們說的自然登署的應用 有一個就是藍牙交通探測器 藍牙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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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運輸署用的 這個是運輸署的應用 他們開頭想的法就是 經過這個器材 就會抽到你的 會掃測到你的MAC address 你的器材的MAC address 譬如你的手錶 你的電話 甚至你的車的車機 就拿到它的車的平均車速和行車時間 是 但是他們就說這個只是做它裏面的數據去統計 是 數據統計 是 他們只會做一個車流的數據統計 車流 人流的數據統計 他們做完統計之後 他們就說 那個MAC address 這些數據就會拆除 是 即是用一次 所謂 是 所謂用一次 但是他們 不過這個功能其實已經暫停了 因為政府在大家這麼關心之後 有三個功能暫停了 這個是其中一個 之後那兩個我們待會再說 但是就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前天的記者會的新聞公告 他們就說 藍牙傳送器只是做定位服務 只是一個類似IP群的東西 但是 它現在就說 原來在運輸署的應用 原來是會主動去檢查一些的 Bluetooth 器材 所以這個我們就有一點點疑問 是的 因為你不只是檢查所有 Bluetooth 器材 你想想我們現在一個人身上有多少個器材 有 Bluetooth 的功能 即是很簡單 其實你外出基本上不會刪 好像用iPhone來說 或者Apple的標 你一定是會著重好它的藍牙功能 那變相 即是這個東西 會定位的時候 即是 其實有機會是會暴露了你的位置 是的 即是 其實可能它是開台打算計算人流 可能看看現在的交通狀況 怎樣等等 但它有沒有說過這些數據是會公開使用的呢 它們就說會是 純粹做一個統計 只是會把統計了的數據 它就放在資料一線通的網站做開放資料 即是你的電話經過 它是不會公開說有哪個器材經過的 即是會告訴你在那個時段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有多少車經過的 就是這樣 不過這個正如你剛才所說 因為定位的功能其實都很構成大家的疑慮 是的 這個就比較大的 即是這個數據的 即是這個數據的其實都很大的問題 好 還有一個大家應該都最關心的 就是一個 經常都說自行燈柱有什麼 有攝錄的 有什麼多 攝錄最多 那麼 錄像功能應該 他有沒有說過一些說法 即是解釋給公眾 可以讓人放心一點 有 這個大家這麼關心 他一定要說的 其實網民就經常說 喂 登柱有 配合了認人樣 認部支 認衣 認車 那這個時候 其實大家就會無所遁形 即是所有事情 政府你去到哪裡都可以掌握到你的數據 但是呢 他就告訴你 現在是暫時 是沒有這些功能的 首先他們是沒有人面識別的 那現在其實是有部分的自行燈柱 是有攝錄的 即是例如現在在 過去我們看到在常越道 和委業街交界有一支燈柱 是有的 他們正在做交通快拍的功能 即是你現在上運輸署的網站 你每隔兩分鐘會拍一張照 其實他們就說 拍了出來的照片是高清的 但他們沒有說明顯示有多少 是 Exactly就是現在畫面看到這個 他們就說是張相高清 但沒有說到可以去到多高清 不過呢 他們如果在 是的 他們未給到這個數據 不過如果你 即是他說放上交通快拍這個功能 就會將照片在燈柱裏面 做降低它的規定 然後才扔出去 資料一線通那裏就做了 然後原先的影像 就會在燈柱裏面 就已經調查了它 不用的 即是他們就說這個功能 不過你也知道 有一支攝錄機 就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其實現在就因為大家關注私隱 剛才說過有三個功能 是還未啟動的 是 那麼現在呢 其中有兩個功能 就關於攝錄機的 他們就暫時停了 有一個呢 就是環保 觀察非法傾倒 建築廢料 這個問題 即是他大約就是 你認到哪裏 比較多人去傾倒廢料 那麼他就在那裏 設置攝錄機 你說起這件事 其實有些地區 其實也有 DELICATE設置了一個 其實有些地區 已經在試驗中 不過是獨立一支攝錄機 設置在那裏 不過可能第二次 就會直接放在燈柱裏面 做 不過這個功能暫時停了 第二個功能 就是講車牌 收集計算 是 即是怎樣叫收集車牌 即是車經過 他就會拍到你的車的車牌 就會用一些便認的方法 抽取你的車牌的文章出來 然後呢 他們的影像就會不要 然後只是把你的車牌 那個號碼就傳到運輸署 做一個跟他後端的資料 做一個比較 然後找到車牌是屬於私家車 貨車 什麼貨車都好 然後 這個會不會是電子鈔牌呢 他沒有 即是偶爾就會吃到一張牛肉缸 什麼事呢 是的電子鈔牌這個 其實應該是警務署做的 警務署 對 鈔牌這個東西是警務署做的 不過現在警務署 他們說 OGCIO 9月 他們就說9月 不過在智能登署裏面 運輸署 對不起 OGCIO就說 警署是沒有用過這個功能的 所以9月的電子鈔牌 可能是另外設置一支鏡 就不是放在這裡做 不過他們就三個功能 即是現在有三個功能 就是被OGCIO刪斷了 就是暫停了 就是暫緩 要暫緩 不是撕毀 不是撕毀 他們沒有撕毀到的 暫緩 暫緩了之後 因為這三個是涉及私隱的問題 沒錯 他們就說暫緩了之後 怎麼可以解決呢 就是會在 一兩個月之後 成立一個專家委員會 就做一個更廣泛的諮詢 才再放回區議會 跟他們談 談完 大家放心 才能提供這個功能 嗯 即是 始終都要諮詢 因為這個銷球 有這麼大量的私人問題 即是 你不做一個諮詢 就變成一個閉門造居 你就好像說完 我推這個功能 大家對有疑慮的時候 那我究竟 從這個渠道投訴呢 究竟我從這個渠道投訴之 之後 我的投訴 會不會受到正視呢 先在這步之前 做了一個諮詢 始終就會令到 大家可以 有更多的意見 去給政府 審視一下 究竟現在那個自營燈署 那個 有些功能的做法 應該要放下去 還是要改進一下 才再推出來 是的 但因為其實 好像剛才說 環保署的 籃子 環保署 OG7那個時候 其實已經經過了 立法會 和區議會的諮詢 所以才會推到這個登署裏面 但不過 很明顯他們 可能是 諮詢不夠 於是 因為大家關心 於是就暫停了 但是他們就說 一兩個月會成立一個 專家委員會 現在的問題 就是他們會 邀請什麼專家進來 那就是一個問題 這個邀請什麼專家進來 就是 我們都控制不了 這件事 就是由政府去邀請 去如何篩選專家 去提供意見 但是你覺得 其實 這裡這麼多總功能 到最終 是不是應該都 走不掉的 那你 其實是應該會 走不掉的 因為你 政府應該這個項目 就是扔了二億幾 來做事 其實這二億幾 你真的 花了錢 他們應該最終都會做出來 花了錢 最終會做 不過問題就是 現在他們 試驗完之後 那整個機制是怎樣 因為 其實那天 我就問了一個 大家應該都幾關心的問題 就是 這支攝錄 其實 現在登署裏面有攝錄 那攝錄裏面 其實技術 可否準備好 將影像 傳出去 給其他人呢 這個是大家最不妨 那他們就說 現在是暫時未行的 暫時未行的 暫時未行 現在不是每一支燈柱都有網絡 即是未有光纖綫進去的 未有光纖綫 那他們接下來就說 會用一個 由中大開發的 類似Mesh的技術 那就可以 可能一支燈柱落地 一支燈柱有資料落地 然後就Mesh過去每一支 變成每一支都可以上網 即是始終都是用 始終所有數據都會 描述時間 回到各自的 後面的 資料搜寶 伺服器 不是理論上 理論上 即是可以做到的 不過問題就是 你怎樣有一個制度去監察 去怎樣用這支燈柱 那天 其實OGCIO 是很有心地幫大家去 消除了 privacy 這個問題 即是他們說 接下來就會有一個 平台 就是可以給大家 去接觸燈柱 每一支燈柱裏面 在做什麼功能 即是會有一個 它沒有詳細說明 因為它可能只是 初步地提出了 有什麼事情 即是可以 即是每一支燈柱 其實有一個號碼 你可以搜尋號碼 然後你就會看到 它裡面有什麼功能 在運作中 希望大家就可以放心 即是他們的想法就是這樣 但是其實在這裏 然後呢 亦都是一個問題走出來 就是 剛才好像運環保署的問題 它就說 已經經過了立法會 區議會 去商討 其實大家都知道 如果將來 再加新功能 都要經過這個項目的 但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也知道立法會 都是由保皇派控制了 即是甚至旗下那些 建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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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下那些委員會 都是由建制派去打持著 然後到了區議會 其實大家現在很熱烈在討論 區議會都是由建制派去 沒錯 剛剛就是有看到一張 你說的這件事就是 我看到一張圖就是 那十八區的區議會的議席 有建制和民主 我們可能說少少 涉及政治 可能始終 這件事其實都是有機會 涉及到政治 那十八區的議席 區議會議席分佈 始終都是偏向建制派那邊 是的 那是否有人會擔心 其實好像 裘正也是你 竹總也是你 旁城也是你 旁城也是你 是的 那會不會就很容易通過到 其實 大家就是這樣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反而是比較少人說的 是的 但是不過我們 如果他真的要通過這些 的程序 就可以安裝到一個新的功能 即是如果一條燈柱就在 問題是 什麼部門掛了什麼功能 例如 可能有一天 大家最關心的 警務處 如果警察說要掛一個鏡頭 去看著大家的遊行情況 是的 那其實 主要他通過這些程序的話 是可以的 是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 暫時我們看到最大的問題 可以說是 那這個可能真的要 可能會不會下到這個區議會層面去 首先是去 去競爭 為什麼不可以說競爭 應該是去諮詢 讓大家可能機制透明一點 就算 好了 有一天 所有東西都要上碼的時候 大家都 了解到究竟自己的資料去哪裡 可以這樣說 因為如果當過這些 智能登柱的應用程序 如果要再次到區議會做諮詢的話 可能大家要出力一點 做諮詢 關注大家 關注一下 其實說到最後 大家為什麼有這麼多問題 對於這支登柱 其實兩年多 由他提出了 到現在 真是莊 問題就是 大家就是因為不相信這個政府 是 現階段的政府 真的 令人會有些 信任程度 真的比較低 是的 所以 始終 可能最近多遊行 如果 日後 觸碰 不會再發生這些事情 大家可能會 行蹤會比較容易 被某些機關去知道 所以大家是最關心這件事 是 不過暫時 真的可以說 暫時的登柱裏面 是未有這些功能 未有的 所以最近大家都可以先放心 對 先放心 對 那個諮詢其實 是不是 一兩個月內 成立一個專家委員會 去做一個廣發的諮詢 就是我們市民都可以 給意見下去 應該就 未知著 因為他們說專家委員會 可能由幾人到十幾人組成 但是會委任什麼人進去呢 因為他們想出來這個委員會 都是很短暫的時間 所以他們還沒有人選 或者方向是哪些專家去加入 不過他們就會說 私隱專員公署 他們一直都有跟進 由設計登柱開始 到現在真的用了 他們一直都跟私隱專員公署溝通 就是跟隨私隱條例去做的 但是 因為現在又是關乎私隱問題 所以他們的委員會裡面 會怎樣說呢 可能就要等 真的要等 進一步的公開了 好 智能登柱這件事 可能從不同的媒介 大家都會看到 在講這個智能登柱的問題 今天Eric就幫我們 解釋了智能登柱 究竟有些什麼 或者之前大家對智能登柱 有些什麼疑慮 都說了一些說法出來 希望可以令到大家 去更加了解日後智能登柱 究竟運作 或者收集的數據是怎樣用 這整個項目都是要 因為它現在都是試驗的初期 繼續溫 大家希望可以發揮監察到 雖然市民可能力量比較微小 但是大家可能監察到 就幫忙監察一下 看看會不會未來 在專家委員會成立之後 會不會再做一個 再廣泛一點的諮詢 如果我們可以 在那個諮詢裡面 可以提供更多的意見 就積極提供意見 好 今集的時間都差不多 這一集同樣地 我們都會上載到YouTube 今天沒有看直播的朋友 不要緊 如果有些什麼 看完回報告之後 有些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我的YouTube頻道 留言 或者直接在現在我們 Facebook的影片 下面留言 留言 我們都盡可能 在下一集和大家解答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跟大家說聲 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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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